多謝主席 李克強總理訪澳期間宣布了支持澳門的五項舉措 以及十九項惠澳措施 如果澳門能夠拿著機遇更好發揮中埔商貿平台的僑良作用 未來在特色金融服務、中埔企業合作、青年創業等方面 將會有更廣闊的空間 而澳門能不能夠拿著機遇、培養和推動相關配套人才的成長 將是重中之重 當局必須重新檢視現時極為被動、指重量而不重則的人力資源政策 致力於創新、創造條件 讓有能力、有理想、肯拼搏 敢創新的本老年輕一代企業家和人才 有足夠的成長和發展空間 才能夠配合中央的政策措施 推動經濟潮濕度多元方向發展 回歸後 為了應對高速經濟的發展 政府在人力資源政策上一直缺乏整體的人才培養規劃 更沒有積極地為推動不同行業 長期偏低 本地人力資源無奈地向博彩業前線職位流向 勞動市場結構被扭曲 新一代的技術和專業人才實難生存和發展 人力資源的發展更加步入惡性循環 面對博彩業的深度調整 澳門經濟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多項舉措 是國家對澳門的關顧 亦是對澳門的期望和要求 特區政府除了要有針對性地提出 實質可行的配套政策 以善用中央支持澳門的各項新措施 更加需要反思回歸之後本澳人資政策的得失 蠟燭長遠 因應未來的方向 具針對性地為本澳培養和造就多元的專業和技術人才 以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 必須強調的是人才的成就和發展 是需要條件和空間 沒有合理的工資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環境 沒有尊重人才的企業文化 不單止本地人才無法成長 即使是輸入了的外地人才也難以留下 澳門經濟要多元發展 要面對區域合作和競爭 儘管有了惠澳政策 仍然是需要有善於把握機遇 勇於求變創新 據廣闊視野的開明企業家和各類專業人才 更加需要特區政府以改革創新的思維 出台扶持的政策作配合 否則即使中央再提供更多優惠政策支持 澳門的中埔平台發展也只能舉報為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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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